拍完了之后 导演跟制片人说 我问你做好心理准备 你说那个 你这个人我可能会被骂的 然后我说 我说好了 我既然演了这个角色 那我肯定要承担一些东西 只不过没想到这么猛烈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你跟你老婆 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你只是在 你只是在扮演 她给你的一个人设而已 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 倒是没孩子 试试 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三十而已的热播剧 经常上热搜 很多评价都是很负面 甚至是人身攻击的 其实大家我看的 微博下面的评价 都还是正向的特别多 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的 就从我上线的一天开始吧 像热搜的那一天开始 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吃冰激凌那个 林游游舔许冠山的冰激凌 前几天其实都是以一个室外人的角度 在看这个戏 就还没有意识说上热搜那个人是我 真的敢管你睡一觉就把你挂在热搜上了 观众的反应还挺大的 到处都是那种关于冰激凌的段子 那时候上街就不会去吃那种手拿的冰激凌 拍的时候你有这个心理障碍吗 完全没有 那一天我吃了二十多个球 然后撇冰激凌那一下可能大家看的是 我真的是 这能说吗我也不知道 就我吃的确实是他的冰激凌 但是其实拍的时候都是剪切的 拍完了之后导演跟视频人说 说你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你这个人我肯定会被骂的 但我说好呀 但你当时没有一点忐忑担心 完全没有 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关注 可能也不知道他会怎样 我既然演了这个角色 那我肯定要承担一些东西 只不过没想到这么猛烈 因为我知道V友老师就是因为演这个角色 然后把微博关了 感觉好像是同命相连 我就说想去他微博底下找一点安慰 老师把那个微博评论全部关掉了 但你没有像他一样马上关掉所有的评论 因为经纪人不会都关掉 可能是我是林友友的扮演者 所以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 我都觉得是合理的 就是站在他的角度 我觉得他是能做出这些事情 而且你最开始接这个时候 除了你那个卡段 也不知道自己的走向是那样的形象 不知道 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完全见不到其他演员 只有我跟许幻山的剧本 我不知道 那个许幻山跟顾佳发生了什么 如果现在还有一个林友友这样的角色 你还会去演吗 为什么不演 大家就是通过林友友这个角色认识我的 如果没有林友友这个角色 大家都不知道张悦是谁 就之前好多人说 你在大街上如果别人叫你林友友 没叫你张悦你会开心吗 会啊 为什么不开心 大家认识我啊 你之前是没得选 所以当你现在有机会让你选择的时候 你会特别珍惜这些机会 你会想我每个都想拿下 我觉得这个角色对于我帮助真的很淡 我相反要感谢这个 感谢这个角色 真的